各位弟兄姐妹你們好 我們開始今天這個《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的主題仍然是聖靈充滿 而我們這次都是繼續講到如何心靈得意志 在過程中是幫助我們自己心靈得意志 也都幫助我們去幫助別人 我們怎樣去幫助別人心靈得意志 經文是《二塞書》六十一章一節到三節 這個經文的意思就是說講到 神的靈在我身上淒我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起樂由代替悲哀 散美醫代替憂傷之靈 這個是神想在我們生命中做功的 我們昨天講到第一點就是深信神 神愛我們和想祝福我們 就是深信神的愛 我們昨天都已經很深入去講 我昨天就講到關這些進化論的東西 那我就就是我今天應該會弄好一個影片 是去講到證明有神的證據 那有講到進化論和聖經語言 那是根據昨天的那個錄音 那加了一些東西可以用來傳呼音用的 後面我加了一些傳呼音的信息 那就是說我們知道神是真 第一 深信神是真的 因為有些人說信耶穌 其實他未必很信神是真神 還有不是很信神 真是很愛自己 真是很想祝福我們的 真是很想去醫治我們 各方面去祝福跟從祂的人 有很多人是難以相信的 那我們昨天已經講過了 怎樣去從什麼地方 從神的創造萬物 神創造我們身體 神創造人有感情 還有祂的救恩和聖靈的工作 神對我們的接納 還有我們親近神可以經歷到神的作為 這些去讓我們看到神真的充滿愛的 那任何人呢 他們沒有相信神的愛呢 我們可以問一下他 在哪一方面他有經歷過神的幫助 雖然有些人呢就是這樣的 他呢就經歷過神的幫助 但是呢他有困難他又忘記了 他只是掛著那些困難 就覺得呢神是要幫他 處理所有問題才是 神才是愛他的 那其實神可以使用困難 幫助人去依靠神 因為神最看重的就是我們依靠祂 當我們依靠祂的時候呢 就整個生命可以得福的 那麼呢就第二點呢 就是深信神叫我們變得寶貴 就是神很看重我們 我們個個都可以很寶貴的 聖經又講到我們是君尊的祭司 聖經的國度屬神的子民 是講到我們有一個非常之尊貴的身份的 我們都是神的兒女 每一個就算聖經裡面講到有些人怎樣不好啊 當他們肯來到神面前的時候呢 耶穌都是完全接納他們的 那所以神是很看重我們 但是有很多人不看重自己 覺得自己不寶貴 覺得神不會愛自己 有不同的原因的 那其中的原因就是因為他 他生命太過破碎了 就是他一生都是很負面啊 很憂傷啊 很多不開心的東西啊 所以在他心裡面呢 是深深相信這件事 他自己是沒有出色的 生命是只能夠繼續受苦的 生命裡面呢是繼續是 很多困難很多痛苦的 這個就是他心中的信念 那這個信念呢就很難攻破 因為他不肯被神去攻破 但是在方文多後書又講到呢 就是 將一切的營餘啊 所有難走人認識神那些至高之事 都一概呢攻破了 這個就是 聖經所講的熟靈的爭戰 不是和熟血氣的爭戰 是和熟靈的惡魔爭戰 將人的心意奪回 此刻都信服基督 就是神是想我們幫助人 將人的心意奪回 叫他都信服基督 但是有很多人他就是 心信自己是無用 心信自己太過破碎 那這個就是令到很多人呢 他們很難相信 他們可以完全被神醫治 因為他一向都是失敗的 一向都是被人看小啊 很多問題啊 所以他覺得是沒有可能的事來的 那這個信念就令到他難以經歷到神的幫助 那而正面的信念是什麼呢 譬如一祈禱經歷到一些的幫助 立刻說 哇神在幫我 就是祂會繼續幫助我了 這個是一個正面的信念 合乎聖經的信念 當祈禱的時候有平安喜樂興省 就是神可以繼續幫我 平安興省啦 神可以繼續醫治我啦 安慰我啦 就是當人這樣相信的時候呢 他選擇相信 我們昨天都講的一點就是 這個是在晚上講的就是講到呢 選擇 就是我們不只是靈裡面經歷 我們的思想意志 去選擇相信神的恩典 相信神的愛 和相信我們的寶貴 那這個是我們需要每天去提醒自己 去相信這件事的 那我自己用我自己作為例子 那我整體上是很信神愛我 很信神體重我 但是我都發覺呢 我是會有時候有些 稍為負面的 意念或者感覺出現的 就是覺得 這些事情很困難 很難有大進展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 他們所做的 就是令到我覺得有些 就是有些 一些小小的灰心啊 或者負面啊 就是會自己出現 有時候不一定有人做過什麼的 就是自己會出現的 就是我發覺 我都會是這樣 就是我經常都 深信神的愛 我都是這樣 就是人的罪性呢 是會不斷自己產生一些 負面的信息出來的 那我們呢 就越是有神的同在 那這個罪性情呢 就 就越是小工作 就是神的同在就越是小工作 還有另一點我們需要做呢 是刻意提醒自己啊 就是時時提醒自己 在開心的時候 在普通情況 正面成緒的時候 都提醒自己 神現在很愛我啊 我現在經歷起落 因為神愛我 去提醒自己 然後呢 然後呢 有時候有些負面 立刻就會說 神是愛我的 有些困難 有些我不開心 不要緊的 我一定可以 靠耶穌聖過的 我一定可以選擇 正面的思想 正面的情緒的 這個呢 就是我時時會做的 並且就是我 是 不一定有什麼事發生 總之我就是 時時都會提醒自己 神現在是 很愛我 很想提醒我 很想祝福我 那這一個 刻意相信 就是相信聖經所講的 我們都是 溫磚的祭師 屬神的子民 聖結的國度 都是很寶貴的 就是這個 這個 這樣的持續的信念 就是相信聖經所講的 和相信我們愛神呢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是我們想都想不到的恩典 神就會賜給我們 那時時去提醒自己呢 讓我們深深的深信 我們是被神所愛 是蒙福的人 當我們親近神 尊重神 神就一定會幫助我們的 提升我們的 那另外有些人呢 他們難以相信 因為他被罪控制 被一些軟弱控制 那而 神給我的教導是什麼呢 聖經的教導 一個罪人悔改天上為他歡喜 他悔改 神就歡喜了 就算有多少軟弱 一悔改 神就歡喜了 一聽神的話 神就很喜歡了 一親近神 神就在 也都親近他 就在他裡面 叫他多結果子 就是說 我們就算軟弱 我們就不要被那個軟弱所困 就不要覺得不行 而是深信 神一定是 當我悔改 神一定是歡喜的 神一定是祝福的 神一定是祝福的 那麼那個 信念呢 那思想就會正面 那情緒就會正面 就不會呢 被不同的負面的思想 情緒影響 其實一個人呢 在一個日頭 一天裡面呢 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情緒出現的 就是每一個都有的 這個問題就是 他有幾刻意去處理 刻意 根據聖經去相信 我們是非常寶貴的 當我們這樣深信的時候呢 我們那個人呢 就會越來越正面 越來越深信被愛呢 就自然被 被醫治的 神就會醫治的 因為有很多人呢 他只是相信 靈裡面的醫治 就是想有些人為他祈禱 很有能力的 然後被醫治 但其實聖經也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是立治的 我們一定是有立治的 我們立治行事 都是神在我們心裡運行 唯要成就他的美意 在神運行 但是個人都會立治的 就是個人會有反應的 我們不是機械人 不是神呢 就感動我們 我們立刻自動去做 任何一個行動 比如今早大家上這個Zoom 都是我們立治的 就是我們現在上了 就是我會叫自己去做的嘛 那這個是一個立治的 就是人是有意志的 我們不要好像覺得自己 好像有些人只是說 神感動我 那我就做了 那是真的 神感動我做 不過他漏了一個步驟 他沒有留意到 其實他自己是有刻意回應 聖靈的感動 所以他會繼續去聽神的話 那這個深信 我們是被愛呢 也是被醫治的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有些人呢 他們那個思想和信念呢 都是一個負面的情況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很軟弱 還有他們的意志呢 已經被他的情緒 騎劫了 我這個字眼 騎劫了 就是他的情緒 騎劫了他的生命 就告訴他聽 你現在不開心啊 沒有人喜歡你的 你沒有用的 那我們 就是有些人呢 他直接那個情緒呢 是騎劫了他整個人 整個人呢 是已經失控了 是已經不能夠有回正常的思想 當一個人沒有正常的思想的時候 肯定他不會得到醫治的 一定不能得到醫治 其實任何的醫治的方法 任何一個醫治的方法 都一定是需要這個人的回應的 無論是熟悉的心理學輔導 這些的醫治 都是一定要那個人去回應 就是沒有一個醫治呢 就是好像 他找心理醫生 跟著呢 就跟他聊天 他就改變了 但是他必定在心裏面 就說我選擇 他相信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的 那麼呢 他才可以開始被更新改變 所以當我們幫自己 和輔導人的時候呢 幫助人的時候呢 我們都留意一下他的思想模式 譬如他說 哎那些人這麼壞 所以我就不開心了 那我們就去引導他了 你發生的事就是有些人對你不好 那你就決意就是說呢 他的心意呢 他有一個無意的心意 就是他不是故意去做 不過他已經是無意地做了一個決定 就是說呢 人家傷害我呢 我一定不開心 他已經有了這個這樣的思想 還有又會有一些思想就是說 我都是不行的了 我都是處理不了的 我都是做不了的 就是有這些這樣的 負面的思想 所以他的思想是全部都是負面的 不是好像 他是被動的 什麼都是被動的 什麼都是很慘的 那麼我們就需要引導他 去慢慢一步步看到 他的心意可以 他自己拿回來的 他可以呢 開始去相信 他是寶貴 他是重要 他是可以處理生命的 那麼他就會一步步得意志 但是如果他完全不去管理回他的思想情緒 就是不去從魔鬼的手中拿回 魔鬼曾經偷竊殺害偉壞 所拿走的恩典呢 他永遠都會是一個 好像經常都是受害者 都是很淒涼的 那麼我們就去引導他了 他怎麼樣呢 去他的思想意志拿回來 是可以選擇用神的方法去看自己 我可以呢 深信呢 我是可以呢 靠著耶穌得勝的 好 那麼我們這一點呢 我們講到這裡 那麼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回應呢 就是講到 深信我們是寶貴 那麼這個深信裡面 深信是包括一個意志的 就是一個人相信一件事 一定他的心意都是有真的有決定的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或者是回應 OK 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們去第三點了 深信 OK 好 你講 是啊 那我覺得 牧師剛才說 哦 原來你自己呢 都會有一些負面非常需要自己 是很深信的 那樣 那又 咦 咦 原來是個罪性會這樣的 我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 牧者都會這樣的 那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這樣呢 都是正常 那只不過是要 要馬上去回 就是 耶穌的話語的獨落 這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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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那你自己本人有沒有發覺 自己有時候真的無緣無故白事 會不開心 有時候想一些負面的事情 有沒有發覺 這些事情都會 在你的生命中出現呢 有啊 有的 我現在回想回 在聽你的教導之前呢 跟之後我的改變 那在之前呢 我都會 就是會有時候 突然想起一些事情 然後就很 很懵惰了 那那個懵惰呢 平留了 久一點的 之前 然後就變了 越想越生氣了 那樣 然後又生氣了幾天 會 嗯 嗯嗯 嗯 但是聽了你的教導之後呢 那我就 那我就 學 要在 嘗試在幾秒鐘裡化了去 那樣 那現在是短一點的 嗯 就是不會 就是很少大概 一日 半日 半日都少了 嗯嗯 OK 好 感謝主 那這個就是個知覺性呢 我們的知覺性呢 和深信聖經的應許 來調教我們的思想情緒 以至我們可以學習 盡快處理 那 我都講過 就是有時候 有些人對我說一些負面的說話 我馬上 心裡面馬上分辨到他的情況 我馬上告訴自己 我不用介意的 不用放在心上 我就是 盡快 但是有時候真的 他一說我已經馬上化解了 我已經不介意 沒有所謂 你說什麼 你怎麼想是不重要的 你怎麼想法 不會影響我的 OK 還有沒有人有 問題或者回應 其實呢 知道這個事情和做到 是兩回事的 就是我們知道 我們需要處理我們的思想情緒 就是這個是 起碼 如果 有些人連這個部分都沒有的 就是他都覺得 我是這樣的 做人 是這樣的 還有有些人 有個錯誤的觀念 他就說 哇 你這樣做人 就很慘 那你經常都要去管理著自己 就很慘 他有這個想法 就是要這樣管理 就很慘 但是 其實 不管你是 極慘 而我管理的過程 我不覺得是慘的 我覺得是 是我 要處理生命 我提升生命 我生命可以提升的 這個是個過程來的 所以我完全不覺得慘的 就是我覺得呢 反而如果我給他影響 就真的慘了 所以這一點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有些人 有時候有個錯誤觀念 他們常常都說 會說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順其自然 但是其實順其自然 我也曾經用一個比喻去講 順其自然 因為我們的罪性是自動反應的 自動波 就是譬如說被人罵 是極少極少人 他馬上會說 神愛我的 我不用給他影響 是 很少人會自動反應 那人的自動反應呢 是會什麼呢 人的自動反應就是會馬上受傷害 那個反應說我不介意 這個是刻意的反應 就是說要處理生命 是一個刻意的反應 並不是一個我們自動波 是需要用思想 需要用心智力量 和熟靈的力量去處理 我們才能夠有一個正面 改變我們 改變我們負面思想有正面的思維 這個是一個人生的事實 負面 負面的東西是一定有不好的效果的 OK 那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問題想問呢 任老師 任老師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一些方法可以改變快點 改變什麼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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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整天急得很慢 整天停留那個程度 我不想想快點進步 多一點 這樣 OK 那這件事呢 就是我們做慣了就會快點 還有拆解我們心中的那些 謊話 可能那些謊話就是說 當然不開心 別人對我不好 我當然不開心 我當然受影響 我也是沒什麼用的 就是我們的思想裡面 可能有這樣的負面的想法 我們學習拆解 第一就是刻意學習處理 第二就是 我們留意一下我們內心有沒有一些 一些pattern 就是pattern 就是一個習慣了的模式 就是我們有時候有些人呢 他是會有一個習慣了的模式 總是說 哎呀 沒有人喜歡我的 沒有人看中我的 沒有人關心我的 我是不重要的 我是不寶貴的 就是已經是成為他的習慣了 那如果我們有這些習慣 我們就需要去拆解了 就是沒有事發生的時候就去拆解了 就是沒有事發生的時候 都一直告訴自己 我是很寶貴 我是很崇勞 神要大大使用我 我生命一定提升 所有傷害我的人 我不用介意 他們其實都被人傷害過 所以我不需要介意 就不需要反覆去想那些人講的話 這個就是做慣了 我和已經拆解了 就是在心中已經拆解了 我不需要受惡人的影響 我不需要被負面的人影響 神是會凡事幫我的 這個已經拆解了的時候 當一有事發生的時候 就會很快處理到 大家拿不拿到的意思 我都想分享一下 我分享一下 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用這些方式 就是到主的私恩寶座前 到我借女來 所以如果想快點 不開心 就去到神面前 告訴神 我不開心 我想將這些東西 不要說交給你 然後就 真的願意去交給主 將那些事情和那些不開心交給主 安靜一會兒 如果浮起有罪和不遙書 都宣告 就是求主射罪 和我定義要遙書 我拒絕那些黑暗在我裡面 這樣再聽一下 當你除了這些罪和不遙書 神說一定會卸罪 那你沒有這些難了 你再安靜聽一下神說話 神就會說一些很好的東西給你聽 你想都想不到 當祂說了一些東西給你聽的時候 你心裡那個難受 就會立刻脫去 因為神真是一個保衛師 他將那件事怎樣去讓你知道 還有指引你怎樣走 這樣 這個就會快一點點的 可能一會兒就搞定 我分享是這麼多 謝謝 OK 多謝你的回應 我回應你們先講的東西 你有講到親近神 你有講到一些我們的決意的行動 你有講到宣告 我們去相信 這些就是我們決意的行動 而在最後那裡你就講到 我們親近神 神就改變我們 大約是這樣的意思 我想說 我們避免用這種單方面的說話 就是說我們親近神就會改變了 我們需要告訴別人 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神給我的意念 我需要選擇跟從那個意念 就是說有親近神的工作 但是同時是有人的回應的 一定有人的回應 神的工作才會成就的 就是不會說那個人是完全沒有回應 那它就會改變的 所以我們想學習 處理生命必然是要學習 一方面就是親近神 這個是必然 每天都親近神 但是同時呢 當有一些聖靈的提醒 我馬上說 我選擇跟從這個東西 那宣告呢 就是昨天都有人問我 用WhatsApp問我關於宣告 宣告和立字有沒有分別呢 那我就告訴你 當一個人立 宣告的時候呢 他是有立字的 就是我要去宣告 不過宣告是不是一定立字去行動呢 就看別人了 因為有些人呢 是機械式宣告的 就是正是說 神老婆說我愛好寶貴的 那他只是在口頭上說 但是他的心未必是完全的改變 所以宣告這個行動 那宣告本身是一個立字 不過是可以 一個淺度的立字 什麼叫淺度的立字呢 就是他輕微的 好啦我去宣告這個東西 可以是 有些人是高度 有些人是淺度的 那如果他只是淺度的宣告呢 是作用是不大的 但是深度的宣告就是什麼呢 我真的會去做 我真的會相信 我真的會行動 那時候呢 他宣告的時候 是真的他整個意志 他的心意是被基督奪回 使他都順服基督 你記得這個 《哥倫道》後書這個經文 是他的心意 他的意志 我昨天呢 在一個坟祖裡 我傳出了那些 關於立字的字眼 大家看到聖經是有很多地方 我剛剛講到我們立字 立字行善 我們是立心去跟從神的 OK 關於這一點 大家有沒有什麼回應呢 就是說 首先我們講了兩樣東西 一樣呢就是說 我們親近神都一定需要有回應神 回應神的時候就是立字 我決意跟從神 OK 大家有沒有什麼回應或者詢問 就是我補充一下 不是說 我將這些不開心交給主 求主結席我心 或者除罪 除去要不要輸 之後 然後你 跟著神就會去跟你 有些東西 令你得到醫治 那些東西 就是我想補充一件事 就是說 當你除了這些東西 你跟神的溝通 通常會讓你看到一些畫面 讓你看到一些事情 看到那個人 他背後原來在經歷什麼 或者他的困難 就是看到那個人 原來他身實的狀態是什麼 所以他這樣對你 又或者看到你自己做了一些事情 原來你剛剛切中了他的過往的傷口 就是他會揭示一些東西給你看 你看完那些東西 你就不再 那個目光是不再一樣的 那你就覺得很釋現 是這樣的 就不是說 是的 就不是說 突然間被神醫治了 不是的 是在那個互動裡面 你有發現 這樣 這樣 那 這是其中一部分 我分享一下 這裏你剛剛講的 那裏 你都是說 神靈感動你 跟著我們有看法會改變 我也想講 這個看法改變 是需要我們選擇的 就是說 神靈感動我 很平安 很慶省 很舒服 好吧 我選擇繼續信靠神 這個就是我先所講的這一點 就是不只是說我親近神 神就 就 讓我看到一些東西 看到一些東西 就不是停在那裏 看到一些東西之後 我們會行動 會選擇 我選擇不再這樣想事情了 就是我所講的就是說 人必定有一個回應 由信主 到成長 我們都一定是 繼續有回應神的 這個就是我所講的 一定是有意志的回應 因為有些人呢 是很 很自動波 就是他整個生命呢 都是很跟從他自己那個 自動的反應 那麼他 比如他親近神 他真的覺得好一些 不過不親近神呢 他又忘記了 他也都親近神的時候 他不代表他以後都是這樣的看法 他親近神那時候覺得很平安興省 他不代表他以後都是這麼平安興省的 他是當時有 但是他沒有持續去提醒自己 我們活在這個狀態 那麼我所講的就是 我是時時提醒我自己的 我常常提醒我自己 也都時時親近神 兩樣同時發生 那這個就是我所講的是 親近神改變我們 但是改變我們 我們一定 啊神這樣改變我 我感謝神我回應了 譬如我經歷聖靈那一刻是很強烈 但是我同時我帶了一班教友去 但是不是每一個教友 有我同樣的改變 因為他們很多是沒有將他們的經歷 放在他們的 他們的意志 他們的思想意志沒有放在他們裡面 所以他們經歷了 就回來 就是有一個人說 我就跌倒了 我相信他一定是有經歷的 不過跌倒了就沒事了 好像就是他沒有去留意發生什麼事 沒有去數算神的因典 又回應了 就是沒有懂得回應 所以他的那個改變就不大了 OK 你強調親近神是非常好的 還有神會將這些意念給我們是非常好的 我們都需要回應神就好了 我回應你給我的感動 OK 還有沒有人有任何的 詢問或者是 回應 或者先那個姐妹講到說 怎樣快點了 我現在這樣回答你 你有沒有發覺你自己有什麼因素引致你慢呢 你怎樣可以調教 就是你覺得調教那個思想 我選擇這個東西難不難呢 其實不難的 我有調教的 但不過我就發覺 時間很長時間都是停留這個位置在這裡 我覺得 不知道怎樣可以進一步可以成長這樣 OK 那我問你了 你說停留在這個狀況是什麼狀況? 什麼狀況? 是啊 你說你整天都停留在這個狀況 是什麼狀況? 真的很難形容 只是覺得好像很想成長 但我覺得自己好像還是這個狀況 這個狀況就是你所說的 比如說親近神啊 要化解那邊的不開心的東西啊 我全部都去做 還有去親近神去 但我始終就覺得 我很想成長快點 但好像還沒達出那一步這樣 OK 那個問題就是這樣 你想化解那些人的不好的東西 那你有沒有發覺化解不了? 有沒有去問自己為什麼我化解不了? 是不是我很在意那些人的說話? 我不是化解不了 我是不在意那些 但我就想 怎麼說呢? 我真的不懂怎樣形容 想進一步成長這樣 我其實不是恨他們 又不是生氣他們 我一定流淑了他們 但我不想在這個階段 很想進步快點這樣 OK 如果想進步快點 兩方面 一個進步就是放下垃圾 有 這個一種的階段 這個我們刻意做不做到 第二個就是成長 成長是包括 親近神的成長 處理生命的成長 給神使用 衝破 衝破一些障礙 就是我不用怕人的 我可以踏出去 去關心人的 回應人的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那裡 你有聲音你就關掉聲音 OK 在這個過程中 就是說我想能夠進步 但是進步不到 我們就問自己 我難了在哪裡 譬如說 因為姐妹我認識你的情況 譬如你對於從人交往 你是覺得很難衝破 那這個就是你的障礙之一 那這個障礙為什麼會這麼難衝破呢 因為呢 你覺得自己那些人呢 或者不太接納你啊 那這個是你之前跟我聊的時候 你有講過這些話 那你就 因為他以往 那些人對你不接納 所以你就覺得 不敢 不敢 不敢踏出 不敢向前去 所以 於是呢 你就 萎縮了 那萎縮就不進步了 那那個難處在哪裡呢 就是那個 記憶啊 那些人 以往人不接納我 我如果跟他溝通 他們可能又不接納我 我就有多些的傷害 我有多些的傷害 我又更加痛苦 所以我要避免這些傷害 還有我就算跟我們溝通 都不會去到哪裡的了 那這些的信念呢 就令到我們不同的進步 那這個需要拆 化解的 需要化解 拆解 第一拆解 然後化解 拆解就是說 為什麼我還是這樣 怕和人交往 我有什麼原因 我有些什麼 還是害怕的 那我知道我害怕的那些東西 我是不是需要這樣害怕呢 其實很多人都是 本來和人交往有困難的 不過他深信神會祝福他 就算他和人聊天不是那麼好 和人溝通不是那麼好 但是他總是去嘗試 他就會進步 這個就是那個 在過程中有些什麼 出了問題 那譬如說 過程中失敗很痛苦 所以我不敢去試 這個不敢呢 就是成為一個難組 就是我們需要去拆解 我是不是不敢呢 是不是我覺得我用的努力都沒有用呢 這些是需要我們刻意去拆解的 就是我可以這樣說 就是只是親近神呢 我們不會就改變成為 啊很夠膽和人聊天啊 懂得和人聊天啊 神會給我們動力 但是神是把很多責任都放回我們身上的 我們怎樣拆解 人對我們的負面影響 我們怎樣不讓人影響 我怎樣和人溝通 這些是我需要刻意去學習 和應用的 才會成長的 所以呢 我們需要 找出我們生命中 哪些位仍然是卡住 那麼我們不要 不要給自己壓力 我要快一點 不用這樣去壓迫自己的 要是說 我現在有這個問題 我怎樣可以逐步去改善 因為快一點這件事呢 要給自己壓力的 就覺得哎呀我肯定不夠快 總是做不到 那麼就越 越催逼自己呢 就越做不到的 那但是呢 如果我們輕鬆的話 啊我有進步哦 神就歡喜了 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有進步啊 神就歡喜了 我今天有進步些少 我有和人聊聊天哦 我有關心人哦 那呢 就算他的反應不是好都好 那我夠膽和人溝通 我夠膽關心人 那我已經是進步了 我不要逃避人哦 那我已經進步著了 那樣呢 人就會繼續進步 但是如果總是說 哎呀這次失敗 我下次都是不敢了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生命中有很多東西 是這樣卡住 為什麼這麼多人很難得醫治呢 就是因為他生命中 有不同的位置卡住 他不去處理的時候呢 他的生命就不能夠提升了 OK 這裏姐妹我沒有回應到你 就是我未必講完你所有的困難 幫我借用一個例子 有 多謝老師 OK 好 那我希望你就會去試試拆解了 去拆解看一下我們生命中 有些什麼需要拆解的 然後呢 就去處理了 刻意處理 我不用介意的 就算和人溝通 現在呢 還是很軟弱 不要緊 有一點點進步就好了 那並且有些人他的耐性和愛心更加強的 我就和他多些溝通 那些難相處的人呢 我可能需要多些時間去學習 那和他們溝通可能呢 那我真的需要處理強烈一點 那我就不要給自己壓力 一定要找那些難相處的人 難相處的人我們都要相處的 不過 暫時未到那個階段 那我就和那些容易相處的人 相處先和他們溝通 那我有進步我就讚一下自己了 那這個呢 就是說做那些可行的先 我們暫時的能力做到先 然後先做一些比較難做的提升 OK 那這一點都是其中一個跳門來的 OK 還有沒有人有回應或者問題啊 就是 就是我們深信我們生命很寶貴 神是祝福我們的 那還有呢 我們當我們全面性 就是去審查我們的內心 也都可以問人的 就是有些人呢 他會觀察我們呢 他會說 我看到你那些什麼問題 那我給個提議你好不好啊 就是有些人都可以幫我們去處理一些問題的 好 有沒有問題呢 如果沒有呢 我們就 我們就 現在時候我們就祈禱了 求主幫助我們呢 深信我們是寶貴的 神會叫我們變得寶貴 我們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生命很重要 我們可以逐步提升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主啊 你拯救世人 你主耶穌是愛我為我寫己的 所以呢 神是真是愛我們每一個個別的人 無論我們幾軟弱都好 我們幾多困難都好 神都是在愛我們的 所以我們就不介意任何的問題 不介意任何人對我們的傷害 或者對我們的藐視 我們都不介意 因為神呢 是定義祝福我們 所以我們全心相信你 全心跟從你 遵從你 走你的路 神你必然祝福的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神你的恩典救我利用 神你必然祝福的 我全心仰望你 全心感激讚美你 求主幫我們相信我們是 君尊的祭司 聖基的國道屬神的子民 叫我們宣揚 自我們出黑暗入其妙 光明者的美德 我們每一個都是非常之寶貴的 是神所挑選的 耶穌所做的事我們都要做 並且要做更大的事 我們可以做更大的事的 我們可以衝破 求主幫我們逐步衝破 但是因為有很多人受過傷害 所以這個衝破的過程 有時是痛苦的 有時是有些傷痛 因為以往受的傷害呢 令到我們覺得很難處理 於是我們的心中是有傷害的 求主幫助我們呢 去處理這些傷害 就是說呢 不重要的 這些人能夠拿走神的恩典的 就算是曾經有傷痛過 但是呢 依然呢 神可以逐步醫治我 我就可以被提升 被神改變更生的 所以主要訴求你釋放我們的靈 叫我們呢 不要介意人對我們的看法 不要介意人對我們的傷害 因為就是我們介意的時候呢 我們就繼續受傷害 但是當我們不介意的時候呢 我們的心就可以輕散了 就可以輕鬆 就可以呢 得醫治 主求你的靈臨在我們當中 我們感謝天父 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醫治我們 讓我們知道我們很寶貴 我們就會心裡面平穩安靜 輕輕鬆鬆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Hallelujah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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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安慰我们的神 你医好伤心的人 安慰一起悲哀的人 你赐喜乐游代替 悲哀赞美 医代替忧伤之灵 求主跟我们一起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悲哀 我们是宝贵的 如果在我们心中 现在有任何意念 觉得自己不重要 不宝贵 求主帮我们 拿走这些意念 如果我们心中 有些意念 觉得很难很难 求主帮助我们 去相信一件事 在神里面 是没有难成的事的 就算我们少少进步 我们都可以开心 我们都可以欣赏自己 我有尝试去改善 神就欢喜了 主求你帮助我们 而是 所算正面的事 所算神的恩典 所算我们自己有进步的地方 我们就开心快活 我们就开开心心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爱我们的 耶稣和我们一起 耶稣真好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 耶稣喜爱小蟹 障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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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喜爱小蟹 障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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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小蟹 障碍我 宰得失上座 耶稣喜爱小蟹 障碍我 我 我 多谢天父 耶稣喜爱我们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像小朋友一样来到神面前 神都欢喜我们的 神开心我们找到 找祂的 神喜悦每一个人去找祂 神一定会私恩祝福的 求主帮我们回应神 回应神的感动 回应神的带领 我们就决意 立志行事 行善 立志去跟从神 传言听神的话 做完神所吩咐的事 我们就不被影响了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耶稣的恩典救我们用 我们有耶稣万事足 求主释放我们的灵 让我们轻轻松松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大家可以试一下 好像将心里的重担 好像叫出来那样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将那些重担 呼叫出来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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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开心快活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哦耶稣 哈利路亚 耶稣 耶稣 哈利路亚 多谢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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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我的灵 是我两敬拜灵 四方我的灵 是我两阵里面 要总与 是我的两敬 四方 四方我的灵 来敬拜 拜祢,主釋放我們的心靈,讓我們全然慶省,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感謝天父,有神萬事足,我們有神神,生命就提升了, 我們全然慶省,開開心心跟從神,什麼擔心都可以放下,多謝天父,感謝天父。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